泰山客家文化祭泰山区公所在顶泰山研交宜厅举办蓝染文化手作体验 邀请专业的蓝染老师带领民众体验蓝染乐趣 老师从头交起民众认真学习 最后每个人染出来的作品都不一样 参加的民众都相当开心 泰山七十明治有庆 一年一度的泰山客家文化祭又来咯 泰山区公所特别举办的蓝染文化手作体验 带领民众在顶泰山沿的交宜厅体验蓝染乐趣 邀请对这个客家文化有兴趣的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一起来体验这样子一个手作蓝染 一方面除了推广这样子的客家文化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学习古人相关的一些智慧 我们来推广生根文化在我们地方 老师从头细心的教导现场民众 用筷子冰棒棍橡皮筋先在布上绑出各种形状 再放入预先准备的木蓝蓝染筒进行染色 按摩的动作让染料可以均匀的吃到布里面 然后拿起来进行一个所谓的氧化过程 让它从绿色的状态转变成蓝色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成为一次完整的染色 那我们会重复这样的步骤 大概三到五次左右 颜色染好打开绑好的部分 每个人的作品都不一样 好玩又有趣的蓝染 让参加的民众玩得很开心 蓝的时候是绿色的 然后人家发酵的还是蓝色的 好玩的 对还蛮有趣的 就是让小朋友实体操作 什么叫做蓝蓝这样子 10月31号还有客家文化祭 客家美食体验 以及在明治书院的祭祀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加 以上新闻记者人站节泰山采访报导